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刀 从中间把它剪开 如果不是没有办法量的很标准的话 桌子这里有刻度表可以看 我们剪好的话是这样子 那如果剪好之后麻烦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正面 正面这边的话是亮的 这个是背面 那在背面的地方你会看到这个 它有一个镜比较粗 那你们就拿着剪刀沿着这个镜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往上拿起我们桌子上 有为大家准备的牙签 牙签 那我们先拿两支 两支你在于你的那个花泥的后方 全部把它擦完就是很随意的 看你要怎么擦都可以 就像这样子 那记得入泥稍微深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叶子才不会去看到这个牙签 因为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做波浪型 用的很随意的摆都没有关系 要注意一下 它是沉波浪型的 这边 右边比较高 斜下来 这一片是 左边比较高 斜下来 所以呢 当我们在放的时候 你不要做重复的两个这样子的动作 因为厚的跟高的跟高的这样子 它就显现不出那个波浪的感觉 所以当你拿到这一个的时候 你记住你下一个一定要拿这样子 那我们将这个巴西铁放在我们的牙签上面 每一片每一片把它摆上去 很随意的把它摆 就像这样子 它是一个波浪 那如果你们的叶子 像这旁边比较长一点 你可以拿花茧把这个地方给剪掉 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完成了作品 真的是做得很好 嗯 接下来呢 我们拿 慧蓝 刚刚用那个竹签做好的慧蓝 呃 七点钟的位置 我们的花泥的七点钟的位置 直直的插入 如果你有这个花苞 你先把它剪下来 先放旁边 这个手条 各个人都是剪三寸 三寸 对每个人都有五个 再来是四点钟的位置 总共是三朵 好 接我一下 它是足于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 你可以做一开二的动作 就是在它的背部这个地方 把它剪开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地方把它剪掉 等一下我们入泥的时候 然后千万不要拿的这样子 这样的话它是垂下来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往上 这才是正的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要就是说把它垂下来 因为这样垂下 插下去很奇怪 所以一定是在朝上 朝上的花泥的正中间 这边把它铺满 花的下面约一寸的地方 把它剪掉 一寸 一寸 那因为它这个花 你要非常的注意 如果它是左右都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一定要是在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用这个 镜 入泥的 所以你不能剪这个地方 你一定是剪它的上面 剪下来就像这样子 很不错 很漂亮的 很直的 可以直接把它插上去 对 全长三寸 就这样子把它摆上去 把你手上所有的彩芯 都把它摆上去 三寸至五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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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透过它 以水下来 像这些位置 两三寸 这样子 一起摆不就可以 给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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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